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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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记得看到 由于洪水水位太高 这里的农田只有四次方方的防风林带 能够露出水面 以往防风林带中间一片绿色的玉米和大豆 都已经被淹没在水下 变成了洪水的世界 而村庄里 由于洪水水位太高 一户户房屋也被泡在水中 历时较低的房屋 甚至只能露出一片屋顶 院子里以往堆放的木材 现在也飘在了水面上 一座座土气的房屋 由于在水中泡得太久 不少也开始坍塌 那我左手边的这个院里呢 就应该是村民家的一个仓房 现在仓房都已经泡得有点快要塌了 那现在我们经过这个电线杆 必须弯腰了 电线杆现在都已经只露一个头了 面对这场 自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害 江一县政府也补偿每人每天50元 迅速将4万3000名群众 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区 并为他们搭建帐篷 发放米面 肉 以及快餐食品 并及时对转移中的群众 寄予及及时的医疗保障 离开自己家谁都不愿意走 这都是人之常情 没办法 这水长得太大了 有一些病人老人需要照顾的 得单独给安排这一个房间 这场洪水给江一县受灾农户 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 一栋栋房屋被泡在洞泽两米多高的水中 一些紧急撤离的家庭 由于家电 火炕 火墙 被褥 衣物 粮食 农机被水浸泡 也造成大量家庭财产损失 在现场我们还看到 当地农民种植的戴财木尔培养带 也成群的飘在水上 现在大家看到 下面有两个四轮子 这村里应该是村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 这四轮子都没来得及开出去 更为严重的是 黑龙江省嘉阴县是个农业大县 由于人口较少 因此每户家庭都拥有几十亩 甚至几百亩的土地 洪水到来时 正赶上玉米和大豆结果期 由于洪水持续三十天 没有完全消退 不少地区甚至完全淹没了大豆 像我们眼前看到的玉米 只露出个头 这也意味着 一些受灾的家庭 几万斤 几十万斤的粮食 泡了汤 根据统计 本次洪灾 黑龙江省嘉阴县 一百二十万亩耕地中 过水面积六十多万亩 承灾面积五十八万亩 同时还有三千七百多户 农民家里被淹 大量土房坍塌 农作物损失三点七亿元 庄业都没有了 那个苞米 最后那高地方 就剩个小尖 让它上了 那我点那 那是一片苞米地 就剩点尖了 没有了 这整个浪 这边岛子 你看这一大片地 全各水里 看不见了 黑龙江省嘉阴县 前年遭遇了 超级龙卷风 不拉万的侵袭 造成大幅减产 而去年嘉阴县又遭受了 当地有水文记录以来的 最大洪水 全县大约有一半农田 都遭了灾 农民损失巨大 今天春耕在即 当地已经全面动员起来 要在连续两年受灾以后 坚决打一个翻身仗 那么 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嘉阴县位于我国最北部 和其他地区相比 气温相对较低 当记者来到嘉阴县时 黑龙江还正在解冻 大大小小的冰块不断融化 流向下游 因此这里的春耕还处于 备耕阶阶段 在宝京江 记者也找到了 乡党委书记宋李明 他正好在考察灾后的 春耕备耕情况 现在这样的地就都干了 现在今年那个 过个三五天 就开始整地麻婆子了 宋李明脚下的这块土地 就是去年被洪水淹没的农田 记者看到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是被洪水淹没后 死亡的大豆接杆 这些街杆在经历洪水浸泡 和一个冬天的风雪后 不少已经倒在地上 光秃秃的街杆上 去年洪灾发生前 长出的豆芽 在风中不断摇摆 这个区域面积 受灾得接近9000多亩地 今年受灾比较严重 现在这个杆你看这豆芽 接完芽之后 八月份水从这边上了去 上了之后 得在这个水 在这个地里边停留 我接近一个月 如果经时限短的话 都接芽了 撤之后 芽还能得点 停留时间长 一点都能收成没有 你看老百姓去年都没收 今天就是啥 那接杆还田了 直接在这里边 一冲冲水后一整地 把这杆就埋在地里边拉着 当肥料了 一点收的价就都没用了 一点粒没有 我看这个是去年节的甲 对 去年节甲之后 开始在7月份 7月份下旬之后 就开始来水了 那得说老百姓去年 就是绝收 这都绝啥呢 你看这都明白了 谁看都明白了 那么去年被洪水 浸泡了一个多月的土地 今年春耕时 是否需要特殊处理 才能耕种呢 我看这个地啊 然后现在都已经被泡了 然后这个很松软了 都已经成了这个蜂窝状 和这个像 有点像这个鳞片一样 那这样的一个地 然后对这个 今年的这个村增会有影响吗 今年这种地 一点影响没有 你这边还宣通 你看这这都多宣 开水等地 动地 让我今年一点不耽误 宋李明告诉记者 他所栽的乡 一共受栽五万多亩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受栽最严重的地区 当时的水位 甚至把这些树木 也淹没了近一半 宋李明说 加阴县和其他地区不同 每个农民家庭 普遍都拥有一两百亩土地 因此每年动辄 就要把十几万元 投入到土地中 相比之下 他们的房屋 也显得并不值钱 随后 宋李明又来到保安村 正好遇到村书记 隋德祥正在整修农具 记者也看到 由于去年决收 他家的粮仓里 也是空空荡荡 咱们村 咱们村总共是 一千多长土地 由于去年收拾 就淹了两年八百多 一半还多的 像每家每户 大概能损失多少钱 地多的地少的 或者说家里面被泡的 正常的话 就是炸案毛收入 一场地 种苞米的话 毛收入是一万多元 一万多元 很多人家都淹了 就是十六场地 这样就是十六万块钱 隋德强还告诉记者 去年的大水 几乎把全村的房屋都淹了 保安村一共三百多户 基本上就是说 没有水的 没有多些 也就是剩个十五六户 没上水 所以大部分 将近三百都上水了 隋德强告诉松李明 三百多户村民 虽然面临各种困难 但他们也都在忙着筹备春耕 了解完保安村的情况 松李明又来到马连村 了解春耕被耕情况 去年这里大片的玉米 刚刚结子 就被红水淹没 导致大片玉米绝收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玉米杆上带着 没有成熟的玉米棒子 就这样 直直地立在田地中 这些遭灾的玉米田里 高高树起的玉米杆 会影响春耕机械操作 对此 宋立民也和马连村主任 王建勋商议对策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现在都使这个打 粉碎 打大鸡 粉碎鸡 打大鸡 过去 差不多一个礼拜 粉碎了开始 接管换年 回到完就起笼 就过种 就接管换年之后 对这个土耳还肥沃 一礼拜就把它打完它 打完它再过个三五天 就把笼起完 在五月七八号 五月五号以后 大片鸡 就拨了个玉米 由于前年和去年 连续两年 遭遇了风灾和洪灾 今年 乡长宋立民也担心 当地农民 要是再遭遇天灾 就麻烦了 万一进水 今天无论怎么整 这大片地 你这个村子四周 这块 第一挖地块 把这个设备 设施 一定能够准备好 看完土地的情况 宋立民又来到 村里的种子 肥料供应点 看看供应 细胞充足 精脏素 甲肥 磷肥 二岸 二岸没长 二岸就这样 都在180左右 今年就超过150 150左右 人家掉这么多 那今年生子 种子长不长价 种子也掉 就是这个大豆 或者玉米种子 玉米种子 像每年 你也知道 一千多一袋 就精品 对精品 那个特别样 去年是900 800 今年是658 现在生子都被咋样了 我们这个肥 我们咱村里的肥 是来了是100 同工得需要200吨肥 咱能达到现在178 就是老百姓中的种子化肥 基本上都到位了 都到位了 都是90 刚才我们看到 在连续两年遭灾之后 嘉音县的乡政府 目前都在忙着 了解受灾农户 春宫中所必须的 种子化肥等 生产物资准备的情况 他们打心底里 期望受灾的农户 今年能够打一个翻身仗 把去年前年的受灾损失 给补回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受灾的农户们 又在想什么 他们缺的是什么呢 忙的又是什么呢 庄洪昌是马连村的 一个普通农民 去年洪水的到来 他唯一的土房被水淹了 村子里同时被淹的 还有很多人家 在村子里我们也看到 在洪水浸泡下 这些土房都已经出现垮塌 开裂的现象 来吧 注意点 有点 那啥 看了 都泡成这个样子了 都泡塌了 庄洪昌去年中了70多亩地 但被洪水淹掉了三四十亩 也填不平 反正投资现在中的还大 投资很大 因为我们租地就一上 带我们都论赏 不说论母 一上地都得 租金就三千到四千 三千五到四千 再加上资本化为 一上地 我们终于你投资都得在七五千块钱 一上地 收入要是年龄好的话 玉米能收入一万块钱 毛的 就是说毛的 黄豆毛的也就八千两千 去年算起来 庄稼遭遇洪灾 光是这一块就赔了将近三万块钱 现在春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但他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 那就是房子 现在房子已经坐下来了 房子已经塌了 然后坐下去了 去年水灾之后 由于临时帐篷不够 嘉音县考虑到实际情况 在转移时 按每人每天五十元钱标准 补助了灾民 这一数字是黑龙江省的三倍以上 灾民们用这笔钱租住旅店 或者投金靠友 解决了临时居住问题 此后 东北气温急剧下降 土地上洞 不宜建新房 因此嘉音县通过财政补助的方式 让灾民继续租住亲朋好友家中 渡过了寒冬 因此 考虑到灾民的实际困难 在黑龙江省为每户炮他的 唯一居住土房 补助2.9万元建房款外 嘉音县财政 另外也拿出2.1万元的补助款 这样符合条件的灾民 就可以得到5万元建房补助 而在当地盖上一套60平米的新砖房 也只需要7万元左右 这也意味着 灾民拿出2万元 就可以建上新的砖房 虽然当地政府 对灾民的灾后重建 提供了很多帮助 庄宏昌目前租住的房子 每月100元租金 也由当地政府承担 但他也告诉记者 目前困难仍然不小 因为家里人多 他想盖的是100多平米的砖房 缺口也很大 现在我家有两个 都着急要说喜爱 说喜爱 你说现在你就是说 正盖60平米的房子 根本就不够入 得盖100多平米 100多平米 房子现在就是说 按他这个 就是这个价的话 得134万 庄宏昌告诉记者 他现在家里的存款 只有3万元 加上今年春耕 即使少包点地 资金缺口还有5-6万元 在庄宏昌租住的专房里 记者也看到了他为今年春耕 准备的种子 他也告诉记者 为了保障春耕 贾音县政府为每亩土地 特别补助了30块钱 这也解决了部分种子款 米和面都是 这春节钱发的 春节钱发的 这边 这是玉米 玉米的种子 不是 这是玉米种子 这是东南的玉米种子 这是你这次买的玉米种子 对对对 目前 虽然面临短期5万元的资金缺口 但庄宏昌也告诉记者 当地的经济并不发达 他也没有太多赚钱的门路 所以要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 还是要靠种地 我们也不能干得刚好 自己得干得实干 春耕在即 庄宏昌也告诉记者 他今年准备大量种植玉米 降低大豆种植量 原因就是 被去年水灾吓怕了 前些年没有 从今以后得考虑了 黄豆烟没了 苞米要是不过棒 它还能剩下棒 这个以后得有考虑了 在马连村 记者还见到了村民孙世雷 他去年种的300亩地 被淹了280多亩 赔了将近18万元 收还不够寄贡的 没法收 收也没人买 还不够油钱 这能是 翻在地里边重新种了 当肥料 肥料还 种地还不太好种的这样的 太厚了结果 就得粉碎 粉碎完了 反正强重的 地区得强重 这样整 孙世雷说 连续两年遭灾 他一共赔了将近30万元 家里的存款 已经赔得干干净净 这两年就是 家里存款 投入所都得贷款了 现在 现在贷款重地 不贷款重不上了 那么 孙世雷需要贷多少款 才能完成今年的春耕呢 我现在贷了10万 政府可能又协调点 就是给妇女这个无息贷款 还有5万 这个没到位 所以有这个政策都办了 这15万能够使用吗 种是能将就种下来 先种 农药啊 追肥 这个还没算力 困难之下 去年冬天孙世雷也尝试过 打工来赚钱 不种地了 这个 这土地不能离开 离开还是不行 干别人还是不行 还得种 孙世雷说 今年他的300亩地如果丰收 大概能装20多万元 这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过去两年的损失 但还清银行贷款 还是没问题 孙世雷说 这次洪水给乡亲们 带来巨大损失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当地30年来 一直很少遭遇大的灾害 因此当地农民 基本都没有卖保险 一开始是保险 还是差点 没认识到保险 有保险还可以 那也不当事 有保险吗 保险才可以 千多块钱 可以保 为啥没保 当时 可以保 是没有这种情况 毁灭性的 没有啊 没有这才 就是倒服 不还剩个本吗 这个水 这个水太大了 水口无情 太大了 就是全球覆没 基本上 像这个如果说 要保险的话 这个300亩 大概要花多少钱 能够保多少钱 可能 能给3000多 要保险 要90的话 去年 是给45 就1000多块钱 大会又不太认 1000多块也不大事 如果要腌 也不大事 种子钱 都不一定回来 就玉米种子 种子钱都回不来 你觉得这个 不够合理 对对对 还是保险力度 对对农业 这个还是不算 太好 你说这个保险 现在不能覆盖你的风险 那不当事 可以说 除非都保好几份 这农民也多数 没意识到保险这个事 不认识 没琢磨 孙世雷告诉记者 为了增加收益 他今年准备在挖地上 多种点抗烟的玉米 高地上种点大豆 另外也尝试着 种点杂粮 红小豆 试验品种 还是红小豆 我试试 这个 这是用人工的 红小豆效益还可以 只不过用人工 有工的 红小豆是属于杂粮 杂粮效益好 这个房东有什么优势呢 这个价格挺高 我这一斤五块都选 采访中 孙世雷说 当地农民最怕的 就是今年再遭天灾 那样的话 可能很多家庭 就会没有继续种地的勇气了 可喜的是 今年开春以来 一直没有下雨 土地的湿度 也达到正常水平 希望还在天野上 希望还可以 心情还挺足 就是这么谣传 这么多谣传 是不收了水平 去年还大 在农民 种子化肥农药 还是 还增加了 就提高的单产 还增加点 就在采访中 孙世雷也带着记者 看他刚买的 精密型的播种机 马连村的孙世雷 去年种的是300亩地 就有280多亩被烟 他没有参与农业保险 一方面是保险意识欠缺 另一方面呢 保险补偿赔付太低 连成本都难以覆盖 受了灾的孙世雷 只能自己承担全部损失 不仅一年的心情付出 打了水漂 还影响到了 下一年的生产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节目看到 红烙灾害对 佳音县农业生产 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当地还有一些困难 或在连续受灾以后 他们的春耕该怎么开始 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 在佳音县通合镇 记者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 瘫痪了45年的妹妹 就这样睡在床上 只能靠47岁的哥哥不断地照顾 而为了照顾妹妹 哥哥关继城一直没有结婚 关继城告诉记者 他们家现在住的房屋是十年前建的防震房 由于兄妹俩吃住都在这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 屋顶已经被熏成黄色 盖的棉被也是破破烂烂 房子的角落里放着各种桶和油 电饭锅也只能放在地上 妹妹每天喝的水 也是从这样的塑料桶里倒出来后 哥哥亲自喂给妹妹喝 关继城家里一共有30亩地 去年大水就淹了15亩 由于没有收益 兄妹俩日子过得更加紧张 记者了解到 今年他们春耕的大豆种子是去年自家产的 化肥也都不是自己买的 您那个化肥是谁给的啊 化肥也是他香啊 是县里给的 春耕湖啊 对 去年遭灾后 当地长盛乡政府及时给他送来了米和面 这是面 这是米 这都是镇政府县政府给送过来的 对 还有豆油 还有豆油 豆油 对 反正就是发土豆 土豆 菜也就发了 对 是吧 去年洪水后 嘉音县县长凯凤桐调研时发现了这户家庭 看到兄妹俩的遭遇后 强调要为这个特殊的家庭 重新建一个60平米的砖瓦房 改善他们的生活 根本没想 我就以为是能住这个货房子住就差不多住到死了 没想想这个县里有这个县长能来特意来看看这个这个方法 说八岸路一干 一干 感觉挺高兴的 沿看着后顾之友解决了 关继城也对生活有了新的盼望和想法 他希望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能够拿出一点钱来装点自己秋天就会拥有的新家 在关继城所在的通河镇 当地村民在连续两年天灾中损失惨重 去年一万一千多亩受洪水灾害 占当地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 因此今年的春耕 很多人都要借钱才能维持 大部分得贷两万到三万 能终上地 需要贷两到三万就能终上地 对 就是花费有一部分能收费 都会先钱 经费呢都会交先钱 找到别的像我有车的 他有油 给你干活 给我去拿先钱 秋后再给钱 这部分能缓解不少 唯一是什么不能收费呢 自动 但是农药 柴油 这个不能收 这都必须得先钱去买 剩余的化肥呢 有些这个车费呢 他都能收 这个就缓解不少 那么当地对马上到来的春耕 能否如期开展 是否有细心呢 这边还有多少天就要春耕了 半个月 半个月 对 从您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到时候 半个月之后 这个春耕都能够如期举行吗 对 80%都能够如期举行 就有一部分个别的困难点 困难点 像里头也想到了 也就及时的 这个 给我们派任务 让我们帮助解决这块 再做成案 而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 保新乡党委书记宋立民 还在调研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 今天让保证上的老百姓的丰收 如果现在呢 目前前期这个天气 气和气候和状况非常好 如果连续两年 这个咱们以前连续两年收的 第一年 一二年 布拉湾大风 去年是历史罕见的大水 现在给造成老百姓 这个经济负担太大 特大了应该是 才有什么时候保证 今年上的肯定的丰收 人情春来早 牛铃摇春光 黑龙江嘉音县的春耕 不仅农户们摩拳擦掌 要大干一番 当地政府的许多社农部门 也紧急行动了起来 采访嘉音县的春耕 记者感受最大的就是 农民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 并没有改变 两年的天灾 让农民损失了两年 忍受了两年 除了社会政府的旧地外 他们没有别的指望 而常常被人寄予厚望的 农业保险 也遭遇了一个两难困境 如果按照市场化的规则 制定保险费率 农民负担不起 如果按农民能接受的 价钱来买保险 保险公司又赔不起 怎样才能降低农民的风险 让政府的补贴 或者就地更畅通的到达呢 其实这样的难题 欧洲的农业大国西班牙 也曾遭遇过 因此1978年西班牙政府 颁布了农业保险法 由政府对保险公司 提供再保险 民补农业保险 可能遭遇的亏通 如今西班牙农业保险 已经不再被视为单纯的 农业风险转移手段 而是作为国家稳定农业生产 实现农业产业政策 和农业宏观调控的 重要政策工具 看来设计一套合理的保障制度 改变农业保险的纯商业属性 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新路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班老师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收看 下面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 澳洲